距今一千多年的朱雀天皇同志时期 有个叫加冒宝献的天文博士 他有一卷名为金乌玉图籍的阴阳秘宝 他的职责是解读天地变异之相的含义 但是这位博士没有子嗣 神师叫他 收养一个生于魏方、魏年、魏月、魏日的女子 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两个弟子 安倍宝明和卢乌盗满 这是一次漫长且艰难的旅程 最终安倍在和内国的和拳找到了一对姐妹 姐姐叫神钱,妹妹叫葛叶 安倍带走了姐姐神钱 以她为师父的四女 葛叶应要与姐姐分别而悲伤 哭泣不已 直到看不到她的身影 说起来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天庆946年秋的一天 中午时分 原本明亮的白昼忽而变成红色 不一会儿 这血红遮天蔽日 好似要吞没大地一般 更奇怪的是 有一白红松出 重重挂在天边久久不去 大臣们坠坠不安 黄红道 凶赵啊 自富士山喷发以来 全国叛乱不已 盗贼红行 皆由此而生 不仅如此 从关东剿匪回来的士兵还说 江户下起了火雨 天变 这是地乱发生的前兆 家冒保险博士告诉神前 王国要一分为二了 话音未落 只见白红观月 大地陷入死机 白红观日博士懂 这白红观月为哪般 看来要查看金屋玉图集了 来自唐土的金屋玉图集 是博士的至尊秘宝 收于大元尊神社之中 为了确保安全 博士将钥匙分于神前与夫人 夫人掌管大门 神前掌管宝箱 两者缺一不可 何博士猜测的一样 白红观日 天子御虫 白红观月 东宫徐盛 下面呢 夫人问 博士摇头说 除了我的戒人之外 我不能透露任何内容 被骂 我立刻进宫 言毙 博士才注意到 发生如此奇异天象 两位爱徒 为何只有安倍在此 盗满呢 说草草草草草道 原来盗满进宫去了 第一时间跟夫人的兄长 长治郎做了报告 师父 我跟他们说 国内除了你 没人能解读他的含义 博士呵斥道 好家伙 进宫吹捧我了是吧 说完 博士捧起宝箱道 谁做我的寄认人 我心里有书了 这大半夜出门 可危险啊 现在外头盗贼猖獗得很 夫人拦住 恶意为们一再叮嘱 经过东边树林一定要小心 那边劫匪多 很长时间以来 关于寄认人这件事 博士一直拿不定主意 今晚之后 一切明朗 毫无疑问是你 神前说 但是对夫人而言 答案其实未定 若不是未年未月未日生 神前这乡巴佬 怎么做博士的女儿 还有安倍 那家伙傻里傻气 看着就让人讨厌 说完 夫人拉着盗满走进卧房 与此同时 行至东边树林的博士 惨遭杀害 凶手不是劫匪 而是自己人 听闻博士遇害 宫里马上来了人 一来慰问 二来问卫 可是 谁能解答这奇异天象呢 安倍还是盗满 夫人提议说 让两个都进宫 让陛下定夺 神仙请求道 我是家里的女儿 在经营人选定之前 还是让我去妥当些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要去呢 安倍问 神仙解释说 这是母亲大人的阴谋 盗满巧舌如晃 又和长治郎沆瀣一气 你胜不过他 书系打扮准备完成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神仙将博士的话 一无一时重复给大臣们 这不说不好 说了反倒够引起不安 什么叫东宫虚慎 太子问 神仙回答道 我推测 是因为太子殿下 一直没有子嗣 话音未落 大臣们坐不住了 光解释有什么用 对策呢 博士不是有金屋一吐集吗 什么 只有寄引人才能看 那就赶紧把寄引人带来 大臣催促道 没等神仙开口 常治郎说话了 盗满 博士指定盗满做寄引人 神仙怒吃道 父亲大人从未说过 这么吵下去可不是办法 经过一番商讨 最后决定 让安倍和盗满 在大元尊神社前抽签 抽到谁是谁 稍晚一些 一切准备妥当 这要抽呢 常治郎又说话了 等等 要在金屋一吐集面前抽吧 隔着宝箱是大不进 片刻 正当神仙拟开钥匙 准备取出卷轴时 大事不好 宝箱内空空如也 哪有什么金屋一吐集 见此情景 夫人马上斥责说 昨夜我钥匙丢了 金嫂又自己跑了回来 一定是你们俩合伙干的 事业 神仙和安倍军被逮捕 畜行 从一宫进行到四宫 女佣找来的时候 神前已无气息 安倍伤心欲绝 撕心裂肺的哭 可是终究阴阳两格了 而此时 夫人和盗满 喝上了庆功酒 一个破卷轴 至于弄两把钥匙 真是多此一举 其实早在N年前 夫人就趁着神前睡着 偷偷配了钥匙 可是 怎么解释卷轴呢 盗满们 夫人卷起卷轴说 笨蛋 就说神前偷的嘛 不巧的是 夫人这番教学 全被安倍看在眼里 金屋一吐吉 金屋一吐吉 我拿到了 神前 你看见了吗 我拿到了 我拿到了 你看见了吗 那晚之后 痛失所爱的安倍 恍恍惚惚踏上流浪之旅 也不知走了多少天 疯疯癫癫的安倍 终于停在一处花田 神前到底在哪里呢 安倍想不出 问不出 只觉得天旋地转 如果你的魂魄还在 请和我见一面吧 请和我见一面 兴许是梦想成真 安倍再次醒来 仅身在和泉 远处那位姑娘 那不正是神前 安倍疯了一样跑过去 吓得姑娘仓皇而逃 也正在此时 安倍认出了那人 那是神前的母亲 那是神前的父亲 不错 是神前家 是神前家 老夫庄司心下明白 是悲伤和折磨 把她逼疯了 那日后 安倍便没装私 接回家政 好生照料 自不必说 与此同时 京都的盗贼 已经侵入城内 更严峻的是 关东地区的平将们 公然谋反 童原淳友 西海作乱 日本上下乱成一锅粥 民间甚至传言 当富士山再次喷发 全国都会下火雨 到那时 大海疯涨 日本会被分成两个岛 平将们统治东边 童原淳友统治西边 没等大臣说完 太子坐不住了 问长治郎 博士的卷种还没找到吗 再找不到 你也一起消失好了 长治郎实在为难 安倍一个疯子 谁知道他去了哪里 是白红惯忧的事吗 我知道答案 倒满说 取白狐之鲜血 埋入禽锁之下 向阳之处 若行此法 必得子嗣 长治郎进户 这下好了 太子有救了 可是 上哪找白狐呢 好巧不巧 小野大人 就来自狐狸之乡 核拳 一番商讨后 小野即刻出发 不到三天 急招募百名浪人 在核拳到处猎狐 这天傍晚 雾气朦胧 一列人说 射中白狐 走近一看 不好 重见的 竟是一老太 这老太家住半山 房子破烂得不像样 看着 简直要塌下来 大人 家里穷 不能让你进去啊 实际上 并非如此 这老太 正是白狐 老太一家三口 居住于此 除了老伴 还有个孙女 小明换作疯 不大一会儿 安倍即告别老手 此时已是日落时分 猎人兴许还在 别伤到恩人啊 想到此 老太即刻排除孙女 不管如何 一定要保证恩人安全 这种老太担心的那样 猎人不仅在 还认出了安倍 小爷一声令下 谁拿到安倍的头 赏金一百两 见此情景 风立刻呼朋一半 叫来许多帮手 并且 还借机叼走了那卷轴 一阵狂风过后 猎人悉数逃走 只剩下晕倒在地的安倍 月上流舌头 山气渐农 夜凉如水 接下来可怎么办呢 老手为难了 家里有人需要照顾 恩人也需要照顾 一番思考 老手决定留下风 你变化从格业的样子照顾他 应该不会被怀疑 眼闭老手提供道 有些事不能做 否则 你将被逐出狐群 永远孤独的流浪 风当然明白 人狐生来就是敌人 恩是恩 仇是仇 几千年来都是如此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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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那件事真的发生 没人能拒绝 风 亦不能 转眼三年过去 又是一秋 山间果实累累 而安倍也成了父亲 安倍的记忆没有恢复 他只当风是神前 不过 莫名其妙的 安倍总想回京都 总惦记那卷州 时而 还说让孩子做天文博士 风不让 外头山贼海盗猖獗得很 太危险 更为关键的是 一旦安倍得了卷州 那边是两人分别之时 也意味着 风要永远孤独的流浪 不过 安倍总会恢复记忆的 两人 也总有一天要分别 真到了那天 该如何是好 风想不出 更不敢想 只眼下这些 风就满足了 但是某天 终于 庄司找到了这里 自从安倍失踪 隔夜就一病不起 如此找了三年 终于打听了安倍的下落 可不从想 难道是我老眼昏花了 你去看看 夫人和隔夜也大吃一惊 那人 莫不是神前魂魄 安倍听了哈哈大笑 哪里会有两个隔夜 二老莫拿我熏 事已至此 到了分别时候了 这么多年的牺牲 这么多年的勤奋 今天之后 一切不复存在 风云一五一十 将事情原委详细交代清楚后 只留下 想念我的话 来和泉森林找我 伤心的隔夜在等待着 小屋消失 安倍的梦也醒了 他认出装丝 认出夫人 更认出面前的神前 是隔夜 不过 那也不是梦 毕竟这孩子和卷轴 是真实存在 到此 什么京都 什么天皇 什么盗贼 什么天下 一切一切 在挚爱面前 轻如红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